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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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高达78% 买一送一 Gpeter EG 逐步按摩器 点击连接询问更多详情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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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社的偶像 任何做生意本都会非常崇拜他 就是郭老 郭贺年 所以那个时候在老马那段时间 老马委任了这五个人身份背景相当显赫 不只是在经济 金融 甚至是在企业方面 他们都非常有几十年的经验 所以当老马成立这个五人团的经济顾问 人民第一个印象是 我们有这么强的背景 这么强大的经济团顾问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经济应该会很好 但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老马的 所领导的整个团队 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去到哪里 其实农业没有发展 农业面对很多问题 然后各个领域的能力资源 特别是外老的课题也一直没有解决 然后反而我们听到很多类似说 有一些部长甚至是老马 想要搞一些飞行汽车 汽车飞机还是无人飞机的这一些计划 所以让人民很失望 所以变成了这个所谓很强大的 五人经济顾问团 所以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回来 现在安华的这个五人团 以哈萨玛利根为主的这个 经济顾问团 其实我希望安华不要重蹈负责 过去老马 这经济顾问团 看似非常强大 非常有经验 但是却形同虚色 好像摆设品这样的 所以这一次的安华所成立的这个 我希望他是真正的 有听进去这些顾问团的建议 做出经济上的改革 然后带领马来西亚经济 真正的有改变 我暂时讲到这边其冲 刚才晨晨兄有一点不清楚 当初老马时代搞的那个飞天车计划是什么 不是无人飞机 是飞天车 我们到现在马来西亚没有看到 在天上飞的车 是有人家的那种 我也不知道我有身之连 有没有机会看到 讲到这个老马 他当时他执政第一届的西蒙政府 22个月 正如陈诚所说的 那时候我们的经济都是 好像是没有什么涨进 那段时间 这个我就 我听到陈诚这么说 我就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有一点 我也没有办法解释 就是以前老马做首相的时候 也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段时间是马来西亚经济起飞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可是老马第二次做首相的时候 那22个月 是时间太短了 还是那个时机已经不对了 所以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因为大家都知道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那些的企业转向来我们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那时候经济起飞 现在已经没有那种红利了 所以到了老马第二次做首相的时候 就没有这种好事给我们马来西亚经济起飞了 OK 所以我讲道题了 关于这一次这个安华伟人 这个五人经济团 我刚才经济的部分陈诚讲完了 我现在想用政治的角度来讲一下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五人经济团 经济顾问团他所推出的时间有一点 诡异了 是什么 就是刚才我开头说的 就是上个礼拜 那个Nuru Isa做这个首相顾问的事情 刚弄到满城风雨 这个礼拜就推五个这个经济顾问出来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上有一点诡异了 你要说他完全没有关系 我不相信了 老师知道了 我个人我是猜测 我没有任何的内幕 但是我是猜测 我觉得是上个礼拜 他委任这个Nuru做这个经济顾问 惹到很多人议论纷纷 就说Nuru Isa各种各样的故事 说他没有资格 然后呢 他这一个礼拜 他就一次过推出五个 是有绝对强大经济背景的人 来做这个经济顾问 这一轮呢 你们就没有的质疑了吧 我这一次真的是委任这五个人做经济顾问 这五个人里面呢 这个团队啊 像刚才说的那个Hasan American 他是做头的那个 他以前是国油的主席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沙瓦的能源的主席 然后还有一个是大工职的CEO 还有两个呢 是大学里面的经济学教授 所以呢 这五个人里面呢 涵盖了石油界的 涵盖了这个能源界的 还有啊 这个私人企业的 还有就是学术界的 各种各样的关于经济啊 都全部人才都聚集了 所以我觉得呢 安华这个举动呢 它更加可以凸显了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OK 上个礼拜他推Nuru出来 做这个经济顾问的时候 很多人是抱着一个心态说 Nuru呢 没有这个经济的资格 他怎样单持大任 但是呢 安华呢 他今天推出了这五个人过后呢 他就是告诉你 这五个人才是真正做经济的事情了 然后呢 Nuru呢 其实上个礼拜呢 安华已经说到很清楚了 Nuru两个角色 目前我看到Nuru两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就是帮安华物色人才 第二个角色呢 就是呢 那个 帮他监督那个所有招标的程序 OK 所以呢 你这样看你就知道了 这五个人的经济顾问团呢 真的是专门搞经济的 然后呢 Nuru那边呢 其实是比较倾向政治的操作 我今天才想到一个东西就是呢 我觉得Nuru的角色呢 就有点像西游记的孙悟空啊 OK 他两个角色嘛 第一个就是物色人才嘛 就是西游记呢 如果遇到什么妖魔鬼怪的时候呢 孙悟空就要上天厅找人帮忙啊 OK 然后呢 他第二个角色呢 就是要监督整个招标的程序嘛 就是孙悟空这样的 专门打妖魔鬼怪的哦 所以呢 这一个操作 班旧兵跟打妖魔鬼怪 这一个操作是完全政治的操作 跟这个经济就没有关系了 我是觉得 这两个委任一前一后啊 我觉得安化有这方面的考量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 两个委任 前面委任 Nuru跟这委任这五个呢 全部是没有薪水 没有金贴的 不花政府一分钱 安化有特别强调 不花政府一分钱 OK 希望到最后了 反对党要查公当委员会的时候啊 也查不到啦 这六个顾问有花到政府的钱啦 OK 所以我个人呢 我就不以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啦 我以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 这是我看到的东西啦 OK 先生有什么要补充吗 嗯 我稍微补充一下 OK 我其实我不反对 安化 雇佣多点 好像这种无人 无人的这些啊 经济顾问团这些东西 就我不反对啦 OK 多一双 多几双眼睛啊 多几双耳朵啊 耶 安化 多点意见啊 在经济层面上啊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啊 就好像刚才你所说的 Nuru ESA 他是负责什么的 他的职位是负责什么的 OK 这无人团的职位 OK 他们 他们扮演的角色 又是又是在哪里 所以你必须要 分一个清楚 然后一个一个透明性啊 并且告诉人民 哎 Nuru ESA 他是这样这样这样 OK 具体一点 因为我们看他们的 Nuru ESA 是经济与金融 高级顾问 然后这个又是 无人团经济顾问 然后拉飞机 不要忘记 我们我们 正宗正宗的经济部长 拉飞机 他也是管经济的 然后真正处理这些 鸡啊 农业啊 粮食啊 其实是Massabu Massabu的农业 与粮食安全 这是他在处理这些 鸡啊 鸡蛋不够啊 这些东西 然后关于价钱 OK 是茂小部 沙拉夫丁的那个部门 所以你看一下 你管经济的 其实蛮多的 OK 必须 我认为安法 必须要分 要分清楚 要么分清楚 要么把他们全部 统统 把它分清楚 到底 现在到底是谁处理 好像近期我们闹到沸沸扬扬的 那些 熟食啊 熟食的那些 那些 咖啡店啊 还是什么 就拉飞机所说的 为什么咖啡 咖啡 咖啡 咖啡贵了 还是怎么样 还是那个 那个熟食店啊 不愿意降价钱 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啊 是属于 茂小布 沙拉夫丁 他们管的那个 那个部门 OK 而那个 那个粮食 农业与粮食 部门 其实是 是管农业的 OK 是管上游 应该说 马沙布管的那个部门 是属于上游 茂小布管的 是一个 好像是下游 OK 所以 为什么又变成 去拉飞机那一边 等一下 现在我们 又一个 伟认 成为这个 高级部长 又多一个 五人团 所以这一些 真的老实讲 首先真的是 要把它先透明化 大家的角色 是扮演什么东西 当遇到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到底是 丢过去给 马沙布 沙拉夫丁 还是拉飞机 所以 这些全部 各有各做 各有各跑 变成很混乱 OK 人民也看不出 看不到一个 一个清楚 到底是谁 在负责谁 看起来你们的职务 你们的角色 又好像是 有重复性的样子 所以 我觉得安华在 在经济方面 真的是要 再用多一点 虽然 虽然他 关于那个 努力一刹 被委任的这些 还有这个 五人团到底 应不应该被委任 或者 这些 这些证业 我就暂且不讲了 但是在经济方面上 我觉得这些部门 所扮演的角色 还有他们的任务 都要分清楚 理清楚 OK 到底现在 到底是谁做 好像 刚才我讲到 经济部长拉菲基 他其实管的部门是 Felda Felka 还有那些房屋 各种各式的房屋机构 发工发展机构 所以突然间 你跟他讲 这些鸡肉的 鸡蛋的 这些东西 他也管 然后他又需要 跟Masabu 跟Sala 布丁 他们开会 所以到底是一个怎么样 反而是乱透了 我觉得 现在安华的政府 在经济方面 应该画出一个经济蓝图 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三年 五年 十年 我们的经济要怎么走 是要继续走 那种粮食 继续津贴 什么鬼都津贴 的道路 还是逐步的把这些津贴 给消除 要继续走 马币贬值的道路 还是走马币 升值的道路 这些都是需要 经济不整去做 去规划 接下来的三年 五年 或者十年 我们的经济蓝图 到底要怎么跑 怎么做 其说凶住 我就讲到这边 OK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刚才只能说了 这些角色 各部门之间的角色 好像重跌到很严重 好像每一个部门 都去管鸡蛋 肉鸡 那些东西 全部角色 重跌了 不知道谁管什么东西 这一点 其实我不是很担心 因为 他们 所有的部长 每个拜三 要开一个内阁会议 他们那些东西 全部在内阁会议上面 就是 敲坐死决定的了 谁管这个 谁管那个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是太大问题 至少也没有看到 那些部长们 吵架 还是什么之类的 没有说他们的角色 重处到很严重 因为他们每个礼拜 还要开内阁会议 所以我觉得 这个问题可能不大 但是我很认同 陈诚讲的那句就是 现在马来西亚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经济 没有第二个了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让我们的经济 快一点从疫情之前的时候 回复过来 不然的话 接下来 我们的经济 如果糟糕的话 什么政治客厅 我们都不用想 这个经济先完蛋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广告了 华哥 这么未经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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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也就是我们的前首相杨茜茜 他最近呢 你要说他高调 他又不是很高调 你要说他低调又不是很低调 他现在的处境是相当尴尬一下 为什么 因为呢 之前很多人都期待 他可以继续做首相之类的 但是一场大选下来 他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他不只没有首相坐 他在巫统里面也显得非常的没有地位 非常明显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Sabri呢 他现在最尴尬就是呢 跟他有关系的那些人呢 已经开除了被开除了 冻结党级了被冻结党级了 现在就只剩他最后一个 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但是呢 他就依然维持他的国会议 所以他现在呢 我也不知道他要怎样 他已经是动弹不得了 前进也不可以 后退也不可以 所以呢 他最近他就啊 炸出了一个新闻说呢 他可能要退出这个政坛 OK 好 陈诚中 你对他Sabri退出政坛 有什么办法呢 我觉得他是口是心非 Sabri他其实是口是心非 如果他在这一次当选 他又继续可以保住 他副主席的位置 那你猜他会退下来吧 他绝对不会退下来 他为什么会有这一番言论 老实讲 刚才齐聪兄 他已经讲过了 已经提到了 就是现在他很尴尬 他没有一个团队啊 大家都知道 巫统的党选啊 每一次都会推出菜单 OK 所谓的菜单 其实就是来自当权派 还有挑战派 然后就是 关于他们自己的团队 挑战派的团队 会出他们自己的菜单 当权派也有当权派的菜单 但是现在看起来 沙比里 并不是属于 扎希特他们这一个派 但是他是不是属于 希沙木丁 这个等下我们再来 再来讨论 为什么 为什么沙比里会落到 这个 这一帮田地啊 其实 老实讲 这个就是跟他自己的性格 他的 所做的决定有关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次的巫统 巫统开除 清除异己的这个决定啊 你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沙比里 他到底讲了什么东西 他说了 他说 我没有说我不同意 最高理事会 或者党主席所做的决定 OK 但是我只是说 必须要跟着党 必须要跟着党章 必须要跟着法律 OK 给那些你们被开除 被感动党籍的这些人啊 有一个 有一个解释 你单单从他这一番话 你就可以看得出 他这个人犹如管断 他这个人是 完全是没有立场 OK 你竟不想得罪当选派 然后你又 又觉得又想要 表现很大意 很正义 说要跟着党 要跟着规矩 要跟着党章 OK 变成是 好像风吹 两边倒这样子 OK 所以 我们从这边看了 我们就知道了 OK 沙比里啊 他是一个非常 其实我觉得用洛洛来形容 他 我觉得是蛮 蛮甜切的 不管是他在 过去他在做首相的时候 到现在他没有首相做了 OK 我都觉得他是一个蛮洛洛 他在做决定的时候 都是举举不定 OK 我们在看 更早 更早的时候 当联合政府 OK 当要成立联合政府的时候 沙比里他是比较些像 穆尤丁那一派 但是后来 他又跟从 说我们跟着党主席 因为党主席他是 他不只是五种主席 他也是国政的主席 所以我们跟着党主席 然后一会他又说了 他说 我们必须要跟着党代表大会 所做出的决定 就是拒绝安法 拒绝DAP 拒绝西蒙 所以他这个人反反复复 OK 举其不定 变成 两派的人都不敢用他 首先我们讲 他是不是属于Zahe的那一派 大家 大家从罗佛州的周旋 OK 去年罗佛州的周旋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OK 那个时候 沙比里他已经是 贵为首相的时候 OK 他贵为首相 而且在 罗佛州的周旋的时候 他是 他不是站在西位 OK 他是被人家挤 挤去旁边 OK 然后在 巫统代表大会 同时他也不是站在中间 他也是 也是站在旁边 所以他多次是 跟Zahe好像是 不是咬闲 所以 再加上要提早 这个国阵的 不是国阵的 这个 全国大选 也是跟 跟沙比里有冲突 所以 种种的迹象 我们可以看得到 沙比里其实 并不是属于 Zahe的 Zahe的团队 更明确的 当安华的 这个联合政府 成立的时候 内阁名单 并没有 沙比里的名字 OK Zahe并没有推荐 沙比里 OK 除了任何的 那个部长的职位 或者副部长的职位 所以从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Zahe是完全是 不鸟这个 沙比里 那么沙比里 他是不是慕尤丁 比较邪向慕尤丁 OK 也不尽懒 OK 也不尽懒 在沙比里 做首相的时候 其实是跟慕尤丁 他们土团党有协议 OK 土团党他们那一方面 是支持沙比里 做首相 但是条件是 副首相的位置 是给土团党 而 当时还是有白纸黑字 签协议 但是后来 沙比里并没有 履行他的承诺 给一副首相的位置 给土团党 但是所以你看 他 现在的沙比里 他是 两边不讨好 他像过去 慕尤丁那边 但是 人家好像心智确确 并不是很欢迎他 反而 希少慕丁会比较 来得吃香 沙黑也是一模一样 OK 所以现在的沙比里 他的位置就处在这一个 这一个好像不上不下 应该是没有人要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位置 所以 为什么沙比里他会说 说出这一番话说 他想要退出 政治还是怎么 其实原因就很简单 因为他 他没有朋友 他现在是没有朋友 没有团队 OK 没有人 没有人跟他 要和他 和他 所以 他就是处在这样子的 一个 一个情况 其中 其实我是认为的 关于沙比里的结局 其实呢 他的起点 就已经决定了 他的终点 大家这样听好像很玄 OK 我们想回去 沙比里的起点在哪里 沙比里的起点呢 其实就在于了 慕尤丁第一次做手枪的时候 慕尤丁第一次做手枪 也就是 喜来登事件过后 你们回想回去 那时候呢 慕尤丁呢 他并没有委任副手枪 然后呢 他委任两个最大的官 这两个最大的官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记忆游行 最大的那个呢 就是沙比里 什么高级部长 监国防部长 然后第二大的就是 这两个就是最大的官 尤其是沙比 然后沙比简直就是 那时候慕尤丁公认的 第二号人物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时候呢 MCO呢 所有出来宣布的东西 都是沙比出来宣布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大家已经看到很清楚了 这个沙比啊 就是慕尤丁的人 在那个时候 OK 甚至到了最后呢 慕尤丁呢 宣布这个沙比是副首相 结果这个副首相呢 才做没有多少个礼拜 就变成正首相了 所以我就说呢 沙比的七点呢 就已经决定了 他的终点了 因为他是慕尤丁的人 后来 这个权力呢 完全到了这个 札希的手上了 你说这个札希哪里 可能会放过这个 所以今天 今天这个结果呢 就是呢 这个长大权的人 是札希呢 这个札希呢 就没有地方去的了 所以我就说 七点决定终点 而这个札希呢 跟这个札希呢 两个人呢 在内斗了 这个东西 其实是已经浮上水面 很久了 我们也讲了很多期了 这个东西了 全世界人都知道 札希跟这个札希在 暗战 OK 然后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还以为了 这个札希呢 有可能会在上风 什么时候以为 他会在上风 因为呢 曾经有一度呢 那个ROX啊 就是注册局啊 有下一个命令啊 说呢 这个巫统呢 一定要先党选 党选了过后才大选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些文 就那一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呢 那时候是Sabri做首相 还以为呢 Sabri呢 想啊 动用这个ROX啊 来啦 结果这个 阿玛仔 但是后来呢 骨头蛇尾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竟然给阿玛仔 搞定了过去 不需要当选 大选过后才当选 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还记得 其实呢 从那一个点上啊 已经注定了 这个巫统里面呢 是阿玛仔 诞生了这个Sabri Sabri已经没有办法 跟这个阿玛仔 炸了 虽然那时候呢 有很多人在观望着 这个Sabri呢 到最后呢 能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甚至也有人呢 一度呢 很看死这个阿玛仔 认为阿玛仔 在这个巫统党内 已经是完全 Nobody 没有权没有事了 但是事实证明了 到最后 最后的赢家 依然是这个Sabri 虽然Sabri是一个 不受欢迎的人物 但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 到最后 这个巫统 最后的赢家 依然是这个Sabri Sabri呢 虽然他名称是不好 但是呢 他从头到尾 都牢牢掌控了 整个巫统的大权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否认 所以Sabri呢 你看他今天被他 逼到那个墙角 已经没有得再逼了 所以 现在呢 你看我刚才已经说了 Sabri啊 他身边的那些人 全部啊 冬结的冬结 开出的开出 他没有人了 即使是 不说是现在 即使是在大选之前 阿玛仔 推出候选人的时候 也看到清清楚楚了 那个Sabri 那些人马 全部没有得上征 做候选人 那时候已经知道 谁胜谁负了 跟莫说现在大选过后 巫统只剩下三者戏 OK 然后呢 现在的Sabri呢 我们唯一啊 值得称赞他的一件事情是 那个阿玛仔 公布那十个人的 那个 签SB 给那个慕尤婷 那个名单里面 竟然没有Sabri 这个很让人跌破眼镜 本来每个人都以为 那十个名单里面一定会有Sabri 但是Sabri好样的 他没有签 他为什么会没有签呢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 他身为一个前首相 他没有这个道理 放下身段去签ST 支持另外一个人做首相 可能啊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不然为什么他没有签这个ST 就真的是很奇怪 但是啊 因为这件事情啊 其实我们应该给他一个赞的 有补气 没有签ST OK 所以到最后呢 刚才陈正兄说 这个Sabri呢 可能是口事心肥啦 如果他可以维持这个副手 这个乌统副主席的话 他就不会推出奖火啊 推出政坛啦 但是我是觉得啦 这一次Sabri 他好像已经口口声声说 他要退出政坛喔 他要退出政坛的话 这样接下来的 巫统党选照流来说 他应该不会提名 这个副主席吧 如果他提名副主席 然后他又退出政坛的话 是矛盾一下啦 我觉得他不会做 这样明显的矛盾啊 他应该不会提名副主席啊 如果他真的没有提名副主席 的话 这样他就真的是拜拜了 做完这一届国会员 然后就再也Cumro Sabri了 所以我觉得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现在在巫统的强势来看的话呢 这个Sabri 他除了退出政坛 好像没有什么路好走啊 他也不可能去拥抱国盟 因为他依然还是巫统的国会员 他不可以跳党 他跳党的话就中反跳潮法 所以 他就跟Hishamutin一样 你看Hishamutin现在被动结党 也是乖乖在那边一句话都不敢出 为什么 他是国会员 他就不敢走啊 我不像凯莉 凯莉不是国会员 所以爱做什么事情 爱讲什么话都可以 好 这就是我的想法 现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其实我觉得 根本上 就是这个Sabri 我觉得他是太软弱了 他其实蛮多机会了 刚才七重雄也是有讲到 他在 他做首相的时候 他可以用ROS 然后那个时候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纳吉他就已经进去坐监牢了 所以最大的压力已经过去了 剩下的就是阿玛扎黑 而阿玛扎黑那个时候是 只是一个党主席 但是他是没有管位的 而且还是官司产生 所以他其实可以真的 好好地利用他首相的职权 去为他未来的路去谋划 去坐稳他的位置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这样子做 他反而听从 听从 扎黑所说的 大选之后才来当选 然后 而且还在水家的期间 听从扎黑 因为他顶不了压力 然后在水家的时候 搞大选 所以这种种就是因为 他顶不了压力 他必须要听主席的职位 主席的那个 那个党主席的话 但如果你放 你把扎黑 扎黑这个人换掉 如果你换成老马 是在那个位置 位置之上 我觉得 所有的事情 是完全就是想法的 就是看 莎贝里这个领袖 到底有没有破例 有没有这个勇气 去 去反对 或者去巩固他自己的位置 但是我看 我看没有 反而他非常听从 听从 扎黑的这个 这个号令 所以从这边 他就已经 他就已经失去了 他所谓的优势 而且当他接上国会的时候 他就不是首相了 就 那个 那个主导权 就是落在 扎黑的手上 所以 不奇怪 他会落到 今天的这个地步 OK 没有 没有派系 OK 尼沙木丁也不要他 然后 扎黑也不要他 其实照理 照理他可以是去扎黑的 他那个派系 OK 沙比里 他是 我们讲到 我们讲到这些派系 就不能不谈这个 武统 因为武统 他是派系领域 OK 而且他是非常 注重在地缘政治 OK 我们看 尼沙木丁 尼沙木丁 他是属于 罗佛州的 好像那个被开除的沙干 他是玻璃式的 北干 纳迪的地盘 OK 也是帮汉 而沙比里 他的地盘 就是在 白乐 白乐就是在 北干 的 OK 他 严格来说 沙比里 其实就是 纳迪的 纳迪的 土地 OK 所以 照来说 他是其实是可以 under在 那个什么 under在 Zahid 纳迪他们这一派 但是 问题就是 他做了首相 当他做了首相 他想巩固位置 他就以 纳迪 Zahid 他们那一派 起了矛盾 OK 所以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沙比里的命水 我只能这样子 其中 OK 我认同刚才 陈人说的那一句 你要用一句话 来总结 沙比这个人 就是两个字 懦弱 他真的是 走错一步棋 整盘棋 都完蛋了 就是那一步 当初 他应该用 他首相的职权 通过这个 RS 注册局 逼这个巫统 一定要先当选 你想想 那个时候 沙比是首相 如果他那时候 巫统当选的话 沙比 用这个首相的优势 跟资源 去打这个 阿玛扎依 这个巫统主席的位置 可以说 那个胜算 没有七十也有六十 肯定是过班的 非常有机会 可以打下这个主席的职位 打下主席的职位 过后的所有 不是都不一样 第一 大选来的时候 候选人谁委任 巫统主席委任 然后大选过后 手里面 拿着30个国会议员 那个Ticket 是谁拿着 也是巫统主席拿着 如果那时候 那个 这个 这个 沙比呢 稍微 颠持一下 今天的故事 完全不一样 我们也看不到 阿玛扎依 这个人 所以没有办法 历史没有如果 所以已经发生 就是发生了 大选呢 也只能 慢慢的 自己遗憾一下 这件事情吧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进入第三个广告 华哥来 我看下来 我看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推出了很多国会的改革 然后今天有一个最注目的改革 就是他将会在国会里面 深色一个首相问答环节 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以前大家在国会里面 就是反对党议员如果有什么问题 要质问这个政府的话 都是质问那一个部门 然后再由那一个部门的部长和副部长 出来回答问题 从来没有过可以直接问首相了 然后现在安化呢 他就增设了这一个环节 每个拜二 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安化他就站在那边 任你们问 你们问他就答 但是我现在我还不清楚的 形式是 那个问题是之前要订阅的 然后之后他准备的答案 才来回答 还是现场发问 Q&A这个形式我还不清楚 OK 所以陈诚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这个首相问答环节 老实讲 我赞同 是国会改革的其中 我认为是一小步 当然还有很多要做的 是一小步 但是是正确的 是应该的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是每逢 应该是每逢星期二 然后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让首相去回答 YB的那些提问 是好事情 一个小时 老实讲 我不认为是算长 但是最主要最主要 其实还是 是看 在国会里面的那些YB 他们的数字 他们提问的数字 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是第一次 第一次联合政府 开国会的时候 打给邮件 反对党的打给邮件 他问了什么问题 他说 他拿那些 国外的一个媒体 拿一个杂志 所报导首相 是什么 第一个同性恋 成为马来西亚的首相 类似是 暗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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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象 如果在首相回答 回答环节 这个部分 如果 议员的数字 他不是提那些 关于人民的福祉 不是提关于 政策上的一些透明度 或者政策上的执行 反而是搞这些 有的没的 这种 隐色的 隐色人 或者说 人身攻击 或者尝试 好像过去的国会 好像 大家都知道 这些 帮莫达这些 在国会里面 他们喜欢吵架 然后他们说了什么话 那些歧视女性的话 甚至在国会里面 骂出话都有 所以 如果那一个小时 是让这些国会议员 在那边骂架 在那边口水战 好像 好像 拔杀 吵架 好像猴子 这样子 那么这一个小时 就会 白白的浪费掉 OK 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所以 这个纯粹 我认为 还是落在 YB的数字 OK YB提问的 问题 有没有数字 还是只是 那边 寒沙摄影 在那边 影色人 人身攻击 这些 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是 提问的数字 OK 然后刚才我说了 OK 这个国会的改革 其实是一小步 真正的我们想要看到的 其实 是国会服务法令 OK 这个很重要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 行政 国会 还有一个路 我不是说的话 是死法 现在大家的感觉是 国会和行政 是绑在一起 谁做首相 谁就控制国会 所以 真的对安法来说 现在前面的路 就是把国会的改革 彻彻底底的 杠杆做一次 尤其是议长和副议长的位置 不应该由首相 或者首相署这边来委任 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委员会 去选 这个议长 还有副议长 然后议长和副议长的薪资 也不应该是从 从首相署 从行政这边 拨款出来 如果你是从首相署这边 出他们的薪水 那么他们就是 必须向 向行政这方面 交代 是间接性的控制了国会 所以我觉得 要真正做到 国会的独立性 首先 这个国会服务法令 这个 先要有一个 委员会 独立的去选出 这个议长和副议长 还有他们的薪资 全部都要独立 从首相署这边 独立出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 国会改革 齐聪雄 我就讲到这边 OK 关于这个安化设立 这个首相 奉达还钱 我个人是给他一个赞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尝试跟开端 为什么 OK 就两个字 问责 这个安化 他作为一个首相 他真的是要对自己 非常有自信 他才可以 真实这个环节 他真的是已经做好 最坏的心理打算 就是我不怕你 问任何的问题 再刁钻的问题 我也站在那边 一个小时等你来问 所以 当然安化 这一份勇气 真的是可嘉的 OK 好 像刚才 这个 沈诚 他有说 他担忧的事情 就是 可能 这一个环节 会被人家拿来滥用 就是 没有谈一些政策的东西 就是拿来上演一些猴子戏 讲一些粗话 人身攻击 寒渣胜宇 这些东西 这有可能会发生的 但是在这里 我就必须要提起 最近国会改革 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针对这些 最近国会议长 刚刚宣布 他在国会里面 设定了一些 law 就是这些在国会里面 出言不许的人 尤其是讲一些 性别歧视 跟种族歧视 会罚款一千 而且议长也可以 禁足他们半年 陈胜应该是有看到 这些情文 这也是国会的一个改革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问答环节 没梦本来 就是要让你问 政经师的 如果有任何 国会议员 滥用这个环节 来问一些 不正经的东西 来那边 点头仔细的话 我觉得议长 是有足够的权力 轰他出去 禁足他半年 或者是罚款 一个一千亿万之内 所以我觉得 是有光法 可以制衡这些人 所以这个 我不是太担心 反正我担心的东西 是另外一个 我刚才说了 这个安化 它必须要有 绝对的信心 它才可以 设立这个环节 站在那边 面对任何的问题 真的是任何的问题 这些任何的问题 包括一些 敏感的问题 大家不知道 还记得不记得 以前慕尤丁 他做国政副首相的时候 他在国会里面 就曾经有一个很大的风波 就是 人家问他 你是马来人 还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那时候慕尤丁就说 我是马来人 然后我才是马来西亚人 他讲了这句话过后 马上在国内 掀起了很大风波 所有的非马来人 都骂他骂到烦的那种 OK 所以 也有可能这种事情会发生的 当这个安华 他站在那边 给人家问的时候 我觉得那些国盟的议员 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会专门拿一些 种族跟宗教 很刁专的问题 来问这个安华 就说 现在我们有个课题 涉及种族 你要站在华人那边 还是要站在马来人那边 你给一个答案来 你二选一 给一个答案来 这种时候 安华 选靠向华人那边 不可以 马来人不看 你选靠向马来人那边 也不可以 你西蒙的票 是华人给你的 所以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 可以 可能是 安华两边都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我不怕那些人 在这个环节里面 乱乱讲话 我只怕他们 乱问这些问题 这种时候 这个安华 他要给的答案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 他给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是 我是偏华人的 我是偏马来人的 他只可以给一个答案就是 我偏马来西亚人 我站中间 但是呢 有时候这样的答案呢 也未必可以让人满意咯 也有可能两边都得罪咯 像以前林冠英 他说 我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我也是华人 也是给华人 骂到罚了 有时候你给这种 中间的答案 也是两边都得罪 更加死了 两头不倒案了 所以我总结来说 根据这个环节呢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 被这个佛盟议员 利用来读和 问一些种族跟宗教的课题吧 OK 现在有什么要补充吗 以安华的智慧 老实讲 我觉得一个小时的问答 对他来说是30岁了 他过去 以安华的愿力 非常丰富 然后 他过去是 国会的反对党领袖 而且他出席率比很高 安华不是像慕尤丁 哈迪阿旺这些 在国会的出席率是 是不及格的 他的出席率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他非常 在乎国会的那些 出席率 国会里面所发生的东西 所以安华 在国会的出席率是非常高 而且他那个时候也是 国会的反对党 所以我认为 这个问答关节对他来说 是烧到水了 没有问题 OK 所以刚才我顺带 说了一下 刚才我所说的 国会必须要从行政这方面 独立出来 尤其是 领选议长还有副议长的 这个过程 刚才我这边 我看到一个网友所说的 他说在慕尤丁的时代 慕尤丁一上去做首相的时候 直接把西蒙那个时候的议长 副议长给换下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的议长是OK的 是大家都满意的 所以 由此可见 大家 我们真的必须要把国会里面的 的职权和行政 给分割出来 要不然一位好的议长 当新的首相上来 他可能 因为要放他自己人 而把好的议长给拉下来 所以 而且 而且特别是安华 安华还有西蒙 整个西蒙 过去你们都是在反对党的位置 你们应该可以知道 在国会里面 如果议长 副议长这些是 对方的人 是执政党的人 OK 当两边都有犯规的时候 或者 或者在面对惩罚的时候 议长会不会比较偏心 OK 执政党在这边 惩罚就比较轻点 反对党在这边 惩罚就比较 比较重一点 所以会变成 不公平的现象给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议长和副议长的领选 还有他们的 他们的薪水 全部都要分割出来 不能从行政 不能从首相 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 去做这些东西 教会给你 其中 OK 我们认同刚才 沈沈雄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他相信这个安华 面对这些问题 是肯定的 安华是什么促神的 安华是街头斗争促神的 安华 以前在大学里面的时候 他是辩论的神 所以真的是 这些东西 好了 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现在我们就进入 最后一个影片 华哥来 等一下我们回答 观众问题 OK 不是要进入六个影片吗 记忆不满 祖国都市党 退出 我们直接回答问题了 来陈生你先 记忆不满 祖国都市党 退出祖国的行动联盟 创党会长 接前首相 洞洞洞洞 一宗中原动作与马帝为首 一宗让联合退党信 发给主动都市党 秘书阿党 两位主持人如何看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 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父子两老马 还有小马 他们父子两 闹意见了 OK 我觉得 老马是时候 等他退下来 他也应该为 去年的那个大选 负上的任 OK 小马 可能他有 目的他有 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 那个看法 不撞都是党 接下来的路 应该怎么走 OK 是不是应该加入西蒙 还是加入反对党 还是怎么样 如果以老马的性格 老马是 讨厌谁 就不要跟谁合作 他讨厌木游丁 他讨厌安华 他讨厌安华 他不跟安华西蒙合作 OK 到最后 只能跟NGO合作 然后 在去年的大选 输到满江空 所以 这个 我觉得可能是 他们 老马和小马 然后小马觉得 是时候 他dead over 都是当这个 这个 这个政党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 谢谢 崇峰兄 OK 首先 关于老马 这个都是党 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数字 就好了 老马今年多少岁 怎么知道 老马今年98岁 98岁 不好听说 还有多少年 我们大概也算得出来了 所以老马真的是 像陈生所说的 真的应该完全退下来 而且 老马的神话也破灭了 不能再破灭了 他所领导的政党 完全得不到马来人的支持 然后呢 他自己进行的 Lakawi 也疏忽到万万 所以他的神话 已经完全破灭了 关于这个 都市长 大家都知道 带头问 那个是他儿子 他儿子 为什么今天 可以走到今天 这个地位 也完全是因为 他是老马的儿子 如果他不是 马帝的儿子 他也不可能 可以走到今天 这个位置 所以呢 可以说 今天呢 老马在整个group人的 所拥有的这些 任何的政治资本 都是来自老马这一个人 老马今年98岁了 老马一倒 全部一起倒 所以 让人很自豪的就是 在过去的这些大选里面 他的这个主国都是 连分散马来票 这么简单的东西 都做不到 都是 完全拿不到票 然后直接 莫收安贵金的东西 连分散马来票 都做不到 就算是 很没有马来票的西盟 都还有办法 分散马来票一点点 但是 这个主国都是 完全分散不了马来票 所以 马哈迪的文化 真的是到此结束了 后面的完完 所以 你要我给一个结论就是 马哈迪 and again Game over 已经 end of story 没有故事了 好 来 华哥第二个问题 今天有民调机构 显示安华支持率为68% 而团结政府整体表现为52% 对此你们怎么看 针对安华说 撑有31%的马来 支持票 你们怎么去解读呢 齐宗兄 你怎么看 那我先 可以了 OK 当然 我告诉你 现在呢 现在这个情况 其实呢 有一点矛盾的就是 195大选 成绩当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绿巢来势汹汹 认为这个绿巢 将会吞噬整个西马半岛 还甚至认为 下一届大选 这个西蒙会倒台 然后呢 这个国盟 会一次过吞完 整个马来西亚 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 就算到了现在 很多人还有这个想法 都认为呢 马来人呢 下一届呢 一定就全部去到玩国盟了 但是今天 这个民调成绩 如果我们假设这个民调成绩是准的话呢 他就打脸了这个想法 68%的马来西亚人支持安华 我们马来西亚 马来人占了60多% 华人只是20%出头罢了 这样安华68%的支持他人来自谁 大部分还是马来人嘛 对吗 OK 我只想说就是呢 其实呢 国盟啊 我觉得现在的国盟是强楼之末了 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强楼之末 因为他没有执政党的有志 国盟他就输就输在 他不是执政党 他不是执政党过后啊 他就没有执政党的优势 权力跟资源 他没有掉这些东西的话呢 他很难啊 维持马来人对他的支持 尤其是五年后 你想想他什么优势都没有 他就单纯的靠一个信仰 然后呢 你觉得他单纯靠这个信仰 可以绑住所有马来人五年吗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安华现在呢 可以慢慢的用他这个政府的平台跟优势 去慢慢的收服那些马来人 尤其是公务员 然后公务员以外的马来人也是有 年轻人那些也是有 慢慢的收服收服 然后今天这个民调的结果呢 就啊 证实了我的这个手法 安华真的是可以慢慢的收服这些马来人 尤其是呢 现在呢 那些马来人呢 本来是只是国盟的 本来还期待 国盟可以一举功下不成的 但是到最后 看你没有成功 像是时候 要再打算就好了啊 还是支持一下安华比较好 所以就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看呢 安华呢 他的支持力又慢慢的上来了 OK 我的看法是这样了 好来 第三个问题 最后个问题 好的 第三个问题 最后个问题 看了KJ当地界 这个你的 这个你的菜 两位晚上 请问两位如何看待KJ当地界 然后两位怎么看 现在华人社会中 一直说大局的现象 我先回答KJ的这个部分 OK KJ当地界 其实 其实就是保持日度了 OK KJ和Hisabudin 大家要知道KJ和Hisabudin 和 他们走的路线不同 OK Hisabudin他是有基层 有派系 有追随者 KJ是没有追随者 KJ他一路来走的路线 是走政治 走 走政治明星 走人气 走个人魅力 OK 走日度 所以 当他从 乌统这边被赶出来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所谓的 领导 这些 区会主席 或者 站出来 集成站出来 开记者招待会 去听 KJ 其实是没有 他不像Hisabudin Hisabudin 有 他的Sanbolong的 区会主席 整个集成 20多个全部跳出来 支持他 但是 KJ没有 所以KJ他走的是什么 他走的是 人气 OK 日度 所以 现在KJ要做的是 他有点逮捕 他现在有点矛盾 他现在不知道要去哪一个政党 OK 所以他又不敢冒冷的做决定 那么 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有六个周选的 六个周选 OK 所以 但是在之前到 从现在到六个周选 你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那几个月时间 你要做什么鬼 OK 你不需要有一个平台 让他发挥 而 做电台低阶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也是最容易接触到选民的 的一个平台 而且他 他 他从事的这个 低阶节目 是早班 是早上的几个小时 可能是 六点到十点 还是八点到十点 OK 所以 当这个早班 他做完之后 他剩下的整天 其他的一天的时间 他还有大把时间 可以从事他的政治 政治活动 政治工作 所以 绝对不会影响到 KJ 所以我不认为KJ 是现在真正转范 转 转范跑道 OK 去做 一名电台低阶 不是啦 我觉得他只是想利用 这个电台低阶的频道 OK 更接触 更接触马来人 更接触年轻的选民 尤其是马来人 年轻的选民 或者城市里面的选民 所以 他是要继续保持 他的自己的 那个日度 OK 其中 在这之前 刚才那个安化68% 支持率 有什么要补充吗 哦 68% 其实 坦白讲 现在才两个月 现在两个月完 进入第三个月 68% 安化满意度 老实讲 你这样高 哪A 不是哪A 你这样 你这样不及格 我觉得不会太低 68% 其实蛮 蛮OK的 我觉得 几个可以解释 我觉得 尤其是在非穆斯林 OK 非穆斯林 虽然 虽然 安化 到今天为止 他做了一些 违背原则的一些 委论 比如说 首相界财政 委论他自己的女儿 OK 种种这些东西 然后 经济好像也没有 看到什么很大的改变 还是怎样 但是非穆斯林 我觉得非穆斯林在 可能刚才 第三道问题 有一位 刚才那位网友 有讲到的 所谓的格局 大格局 就是非穆斯林 可能 想到 如果不支持安华 那么难道 你要我去支持 慕尤丁 国盟的 有伊斯兰党在里面 那你要我去 由他们去 去主导这个政府 让国家走上 神圈的道路 宗教治国 这些东西 所以 可能 这所谓的格局 OK 非穆斯林 这一边 一大部分 还是会继续力挺安华 所以我觉得 安华的满意度会 还在68% 其实我觉得 算OK 不会算低 所以 也许可以解释 这个68% 但是 接下来的日子 安华真的 老实讲 不能再继续 有太多的违背原则 和当初他做反对党 所说的那一套 如果又是想反的 完全是矛盾的 那么你的支持者 你的铁票 继续会被你消磨 到最后 他们也会没有耐心 也会 铁票也会跑 巫统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中秀 OK 所以我现在借回去 刚才那个 凯利做DJ的事情 其实凯利现在做的事情 非常的明显 他的意图 其实就是四个字吧 维持热土 你要知道凯利 现在是一个 已经出走巫统的人 只要他还没有 加入任何的政党 他就是完全没有平台 其实这样的人 如果他维持一个一年 这样的状态 就是没有一个政党 让他加入 没有一个平台 让他发挥的话 他就这样 在例子上不见调了 我们马来亚的政坛 60年来 太多这种人了 你一消失 你就是永远消失了 所以现在呢 凯利他没有平台 他唯一要做的 就是一直不断的 维持自己的热度 他如果不维持热度 这样呢 他三四 他二三十年的努力 就没有掉了 所以这个DJ 当然不是他的工作了 他只是要为了 维持一个热度 当然各方各界 都很乐意配合他 帮他维持热度 包括这个 请他做DJ的事情 我请你做DJ 我的这个收听力 也可以变高 你又可以维持热度 我们互惠互利 就是这么简单罢了 其实更加重要的是呢 我刚才说 现在开立是没有平台 他如果还要继续 他政治生命的话 他怎样都要有个平台 而我之前我有分析过 我觉得他最可能加入的 其实是土团 他如果 他回家哪 还是不可能去的 巫统他又回不去了 所以最可能的是去土团 他如果加入了土团的话 他其实是大有作为的 因为土团里面的人才 不是很多了 而且土团的人 是有资格做首相 有机会做首相 木尤丁差一点点做首相 所以开立现在也在观望中 我觉得接下来的六周周选 是他一个问路时 他要投石问路 看一下他个人的知识率有多高 他已经讲了 他肯定会上阵 而且他不是上阵雪兰 而就是上阵美兰 我觉得他上阵深美兰的可能性比较高 因为他本身是深美兰人 他也在深美兰做了这么多些国会员 他去深美兰打资明镇言顺 他去雪兰尔打的话就很奇怪了 他去深美兰打资明镇言顺 而且深美兰 国盟的深算也比较高一点 雪兰尔是完全没有深算的 但是特别还有一点点深算 所以如果我是开立的话 我会代表股团去深美兰打 赢了我就是做乌大臣 他只要可以真的是赢了做乌大臣的话 不要讲热度了 什么东西都一夜之前回来了 今天我们就回答了三个问题 感谢各位观众留守到现在 感谢我们的沈沈 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晚安了 晚安 沈沈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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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